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句话成为我每次升级电脑的一个主要原因 你们是这样吗? 穷玩车,富玩表,屌丝玩电脑 是不是屌丝,咱们先放一边 反正为了选一台适合自己的配置 打磨了很多天,耗费了很多心思 花了很多时间,耗费了很多精力 这种事可能只有屌丝才干得出来吧 虽然我不愿意这样 但是在调查过程中 我也乐在其中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在2022年8月份 我自己买配件 准备DIY一台电脑的思考过程 思考历程 配置我打到屏幕上真是来之不易 期间做了大量的选择题和判断题 每道题都是直逼内心深处 好,我们先看第一题 预算是多少 预算是2000到1万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 拿出1万块钱买电脑并不过分 那为什么还有一个2000呢 那是因为2000的配置也够我用的 2000到1万之间跨度那么大 这里面充满了纠结 该不该买够不够用 该不该选,该不盖,豪不豪华,有没有用 未来会不会降价 未来我需要的是什么 什么叫多任务,什么是多现成 我现在干什么,未来干什么 都是直逼内心的考文 我们先说说CPU 选英特尔还是AMD 对于我来说 我选择的是英特尔12代Core 还有英伟达的30系显卡 这套选择不是标准答案 适合我不一定适合你 你要知道你的需求 还有预算 选择更适合你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玩3A游戏 比如战神 大表哥 机品飞车 这类的游戏 我感觉AMD的显卡更好一些 虽然他家卡有点小毛病 但是无伤大雅 怪不得PS5和XBOX 都选用他们家的方案 12代Core的i3,i5和i7 又该怎么选呢 其实对于我目前需求来说 i3就够用了 如果换成i512400 那就更好了 可能会为以后留有更多的余地 i3700多 i312400,111 价格也差不了多少钱 另外这两个CPU都可以用 性价比更好的 价格更低的H610主板 但是我总听他们说 预示不具有迫击炮 好像这个迫击炮很厉害的样子 我也一直想试试 但是吧 660的迫击炮 如果配一个12400 感觉有点亏 听说12700和660的迫击炮 才是完美组合 12400加H610M 和12700加B660 B660迫击炮价格差一倍 差的这钱先放一边 关键是直吗 12700我用得着吗 最后我遵循了内心的想法 选择了B660迫击炮 带WiFi的版本 加12700 因为我对超频不感兴趣 所以就排除了带K的 同时还排除了Z690 因为我对英特尔的核显感兴趣 像录过视频 直播推流 还有AV1解码 所以我排除了带F的 关于主板带不带WiFi 我也纠结了一下 带WiFi的版本多了50块钱 另外涂装是白色的 但是我听他们说 自带的WiFi网卡并不是很好 可以以后自己配更强的网卡 一般版载的是201 现在外面有卖的是211 这个211贵一点强一点 还支持WiFi6亿 但是这个WiFi6亿 目前我们在国内没什么用处 所以为了以后省着麻烦 还是买一个带WiFi的 另外这个白色版本也挺好看的 这块微星的660迫击炮主板 有很多功能 其实我是用不上的 比如那个2.5G的网口 应该是有一定的成本 但是用不上 也包括这个WiFi 其实我的台式机 主要还是在用前兆网线 因为这样延迟更低更稳定 WiFi几乎就是个白色 另外它还有蓝牙 估计蓝牙用处也不多 但是以后等用的时候 如果没有的话 还是很麻烦的 B660迫击炮 在WiFi的价格是1200块钱 其实B660芯片组也有600多的 同样都是660芯片组价格差一倍 它到底差哪了呢 贵的地方用得到吗 要不要把这钱省下来 加到显卡上 我跟你们说 这个问题不光我纠结 我看网友们比我还纠结 这里面主要是围绕一个核心问题 那就是 现在用不到的这些功能 这些性能 到底要不要买 是买目前够用的产品 还是要买有点余量的产品 那这个余量要多大的余量 每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对于预算有限 而且又要求高性能的同学来说 它需要的是性价比产品 甚至极致性价比 首先钱是锁定的 性能越高越好 可能它不会考虑什么品牌 什么全新 什么盖不盖的 盖中盖都没问题 二手 翻新 矿卡 三次净矿的估计也没问题 只要能用 产品可用 价格够低 那就来吧 对于我这种中年人 又从小喜欢电脑 还是放过自己吧 买点喜欢的东西吧 我估计有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 而且喜欢电脑的中年人 也不会买这样的配置 一万块钱谁都拿得出来 但是很多人觉得不值 自己觉得不值 买这么高配置的电脑 不适合自己 或者自己不配 具体怎么想 怎么选 还得看自己了 他们可能会认为 给孩子花个几万块钱 补习 上课还是挺值的 我想表达什么呢 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 就别再纠结了 不要在这方面花配太多的时间 对自己好一点 数码产品 电子产品 跟其他产品对比 它是最便宜的 随便买个什么家具 都要比它贵得多 配置还剩下内存和固态 这两个我也纠结过 我以前用的是16G内存 基本上用不满 但是这次我升到了32G 固态硬盘 我现在用的是256G 现在换成了一个T 主要是为了以后省着麻烦 最后说说这些配件 从哪买啊 买不好多花一千 买得好少花一千 我的经验仅供参考 谁买谁负责 首先说一下CPU和主板 我开始看到的京东价格是3750 后来我到淘宝 看到了一家比较还行的店 他们家的套装是2999 这一下子就省了750 它那个U是散的 主板是全新的 京东的CPU和主板都是盒装的 同样是淘宝这家店 他们家的海盗船内存 复仇者3200 16G两条 价格是395乘以2 后来我找了一家专门做海盗船的 他们家的价格是310乘以2 后来我又到拼多多上找了一个 是280乘以2 这一下子又少了230 我看CPU主板那家 他们家挺全的 他家也有PM9A1 一个T的价格是720 但是我之前找过一个专门做硬盘的卖家 他们家又便宜20 699 这样又减了20 CPU散热器 我开始选择的是利民的PA120 SE 后来我一看还有一个叫PA120 不带SE这个要贵一点要好一点 温度更低一些 然后还有白色的又要贵一点 还有一种白色带光的又要贵一点 对我来说我的需求 PA120不带SE温度好一点 至于说白色带光我倒无所谓 这个没有必要 PA120是一款6热管的散热器 它在那家的价格是210 后来我到拼多多上看到卖180 这样又减了30 这样4400块钱就搞定了一台 英特尔12代12700 加微星的B6600迫击炮WiFi版 再加一个T的PM9A1 还有32G的海盗船复仇者 既符合性价比又满足了我的内心需求 没看到机箱电源和显卡是吧 机箱是FD的分型工艺的 这个机箱我之前也选择了好久 所以不会轻易换 电源是海运的GX750 那是带自动启停的 花了700多 全模组金牌电源 那个很好 也不用换 说到显卡就有意思了 我选择的是3060T 影池的金属大师 他们家的价格是3100 现在基本上是原价 那天我在装机员的直播间问了一下老元 现在这个时间花这个价格买这个卡值不值 他的回复是如果不着急可以等一下双11还能降点 我理解他这个降点应该大于500小于1000 所以既然他这么说我就先用核显 还有我之前那个老RX560先对付一阵 反正40系响卡也快发布了 有人说9月份 有人说10月份 就算发布 他也是发布40904080 也不会到40604050 4060和50估计得明年见了 目前这个3060Ti是符合我的需求的 未来两三个月 3000以内还是比较好选择的 这台电脑整体算下来7000多块钱 打个五年应该是没问题的 内存硬盘CPU响卡应该都是挺足的 这台电脑虽然可以打游戏 但是我打游戏的主力设备还是PS5 所以3060Ti这个级别的响卡 对于1080P60帧或者更高的帧率 更稳定的帧率更高的特效 还是没问题的 我估计未来几年的游戏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视频我之前一直不敢录 一直到下单的最后一刻才敢录 就是怕中间有什么变化 好了 我把想说的都说了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